每个人都梦想着有一个富裕的人生 有的人靠着自己的真凭实干走向了人生的顶峰 而有的人则是凭借一些小智慧走小路 但始终不明白成功之路没有捷径可走 人生充满了无数的机会 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公平的 而这些生肖是最能够脚踏实地 充分利用自己的坚持和努力 创造美好的未来 生肖猪生肖鼠猪人去年也是挫折不断 受到太岁的不利因素影响 鼠猪人财运也处于低谷之中 好在鼠猪人都有敏锐的洞察力 能够提前布局 使自己事业不至于伤到元气 他们不善投机取巧 做事情总是任认真真 责任感十分强大 十月过后鼠猪人机遇不断 对于勤劳直仆的鼠猪人 抓住机会并不难 他们靠着无比的勤奋 会比别人走得更远 生活后福不断 随着狗年一年 一切阴霾都会散去 鼠猪人又可以大展雄才 今年积蓄了一年的力量的以释放 定能收获新天地 生肖狐鼠猪人 天生就有十足的领导力 他们性格奔放 唯我独电 但是鼠猪人去年 受太岁相冲的影响极大 有虎落平阳被犬弃的感受 事实都处于停止的状态 损失比较大 鼠猪人一生真诚待人 不善虚畏 十月过后鼠猪人会迎来很好的机会 好事情不断 对于鼠猪人来说 他们的细致认真 会让他们更有机会获得成功 越努力才越大 未来光明一片 今年大运一转 鼠猪人的春天来了 好在鼠猪者都有强大的心理承受力 越挫越勇 精定注定能打一个翻身仗 生肖猴去年 生肖猴真的是太苦了 受到本命年的折磨 鼠猴人去年财运受损严重 运差的时候 吃饭都要精打细算 好在鼠猴人在低潮的时候 能够看到自己的短处 及时充电学习 鼠猴人朝气逼人 对人善良友好 愿意帮助有困难的人 十月过后 鼠猴人运行土旺之地 属于时商谢秀 鼠猴人迎来了用武之地 鼠猴人先人一步的勇气 使他们总能抓住机会 一起绝尘 今年随着运势的转好 鼠猴人能力的提升 让自己有了更大的舞台 财运会增加一大截 一路亨通无人能敌 生肖蛇下个月 生肖蛇的运气会突然好起来 以为前几月一来 它们总是会遇到 大大小小的不如意的事 下月起 它们会好运不断 意外之才从天而降 无论你在哪个行业发展 都会取得不错的成就 不出几月 在哪都吃香 生肖羊 鼠羊人今年的总体运程 比较奇妙 吉星凶星参半 鼠羊人擅长精打细算 加上今年主义马兴驰 奔波变动 但不论怎样都要全力出击 不可放弃任何机会 自然逆终渐顺 柳暗花明 鼠羊人今年大力变动 加上四方建立 海外贵人多 所以可以尝试拓展 或增进海外关系 11月份财运不俗 但同时也要注意 开源节流